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七杀做空王一定主权力小吗 七杀做空王代表权力小 往往是指的是七杀为用神 或者是七杀虽然是继神 但是被狮神克制了 狮神至杀也代表了用神的作用 这种情况下如果做空王 往往代表权力小 官职低或者是没有失权 但是如果七杀本身是继神的情况下 代表压制你的力量 如果他做空王就代表压制你的力量 比如说这个黑社会 比如说这个小人 他往往是虚张声势 你根本不需要害怕他 地支年月日时 比如五银身子 这五银河 身子河 身银沖 应该是河解沖还是沖解河 这个地支的这个 这个河 沖 汇 以及行 刻等等的关系 这种情况下 要看它的这个力量的强弱 要看它的位置的关系 比如说大家刚才有人提到 年 月 日 时 这个分别是这个 五银 身 子 这种情况下 这个银沐是在月灵上 它的力量是最强的 那么先要看它 它先去冲年制的这个身经 也叫冲也叫行 这是第一个力量 第二个呢 它去和年制的五火 这叫半合 这是第二个力量 排在第三个呢 就是身子半合 排在最后面的力量 就是子五相冲 因为它在一个是在年制 一个是在时制 力量隔得最远 那么这种情况下 最主要的力量 就是一个银身相冲 那么银五半合 跟身子半合 都是缓解这个冲的力量 所以说这个格局 就是和解冲 但是这个合的力量 本身是比较弱的 冲的力量 本身比较强 因为挨得很近 所以说冲的意向 还是很明显 什么样的八字 是偏旺 什么八字 是急旺 或者说太旺 不是说身旺用官 用杀心吗 为什么身太强的八字 只能解冲呢 这个八字的这个旺衰 我之前讲过 视频里面讲过 将来在我们的这个网课上 也会重点去讲 这个我们普通的旺衰讲 身弱用硬笔 身强认财官 是指的在身旺 身弱的一个限度范围之内 它不含变革的八字 变革的八字 比如说太旺旺极 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看整个的气势 来断整个八字 比如说八字里面 只有一种五行 或者只有两种五行 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就是变革 如果存在食伤的话 叫独向喜行化地 这种情况下是最好的 因为这个人太旺了 你不能够克他 你克他 他就会激怒他 反而不好 你只能够是顺着他走 泄化他是最好的 但是有一种情况 就是忘记的情况下 就是这个八字 只有一种五行 另外还有一种五行 就是生他的 就是只有硬跟笔 两种五行 但是笔是最强的 硬是稍微弱点 这种情况下 硬又透出的天干 你不能够用这个食伤解锈了 因为硬会克这个食伤 这种情况下 只能顺着他的气势 用神就是硬跟笔节 那这种情况下 取了用神 笔用食伤 都会用神 他的格局要稍微低一点 然后再往后走 就是身烧墙 身烧墙的话 就是这个八字是身旺的 但是他的财观也是有气的 这种情况下 取财观都会用神 也就是说 这个八字到底如何取用神 要看整体的气势格局 你要顺着这个气势走 还要因地之一 结合八字的特征 来取一个合适的用神 金木水火都有木 土的木库是什么 父亲是雾土 那么遇到哪个流年 是入木呢 这个关于这个土的木库 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不同的玄学的流派 不同的玄学体系 是不一样的 比如在子贫命令里面 往往就认为 火土同工 就是丙火跟物土的木库 都是虚土 丁火跟这个 这个集土的木库 都是仇土 但是盲派里面 它是认为 这个土的木库是尘土 另外有些其他的 玄学体系里面 比如说奇门遁甲 比如说六窑 一般的都认为 尘土是土的木库 也就是说 在不同的玄学体系里面 或者是同样是 八字算命里面 它不同的理论体系 它的木库定位是不一样的 但是不同的定位 对应着不同的应用方法 你不能够就说 这个说土的木库是虚土 那个说土的木库是尘土 就是错的 并不能够分出对错来 关键要看它怎么用